台北市的治安最近真的很不平靜 尤其除了松山灭震之乱之外 还有颇章之乱 那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黑衣人杂毁派出所电脑 当时松山分局还灭震 再加上这一次颇章狼 里面就坐的就是台北市的警察局长 竟然让人家担心起台北的治安是不是怎么了 没想到担心的人还包括了台北市议员呱吉 呱吉在脸书上写说 最近的台北市难道是在演古惑仔吗 还开玩笑的点播一首战无不胜 不过就是这样子的贴文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有网友就说整个中山北路 只有我能叫客人听莫扎特 来改编电影的经典台词 甚至有人就亏 呱吉是不是忘记你是议员的身份 只想点歌 还有人就说了希望台北市议员 能够多做一点事情 比点歌还有用的事情最好了 而现在跟有人直接点说 这不就在呱吉你的选区吗 你又跟网军一样苦无证据了吗 难道你是12万月薪的局外人吗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